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警报声大作 当地时间8号清晨 多国使馆所在的律师经传遭到火箭攻击 包括美国使馆在内人员紧急避难 尽管随后证实无人伤亡也没有建筑物受损 但凡美情绪显然升温 海童手中高举燃鞋甲尸体包围美国驻约旦使馆抗议 凡美是狼舰长但美方态度没有因此软化 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停火协议表决 阿拉伯国家联合提出还亲赴华府惠布林肯 没想到手握否决权的美国投下反对票 15个成员国中尽管有13票赞成 也无法通过停火协议 游新立即停火反而有利哈马斯储备战力 美方几次表态反对 不只激起全球反美情绪 也连带让国内尤其校园内反游主义激进化 游新校园成为反犹太温床 全美三大名校校长遭国会传唤质询 但说法含糊其词让议员忍不住爆气怒批 挺一挺八不止学界难选边站 在全球反异情绪高涨下 恐怕连美国政府也陷入两难 TVBS新闻会宣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